基本上我覺得我尊重施法 然後現在結案判決書也還沒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辛苦檢察官法官 然後就是我相信施法 真的是相信施法 好那麼多流程雖然新會很累 但是我覺得還是對台灣的政治跟程序正義 抱有一定的期待 所以我明年 明年會選一個 對 明年會選一個 應該是今年會登記 然後明年就選 那這一年的時間我就好好準備 甚至第一個就是關懷弱勢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自閉症跟過動小孩 那我相信就是 他們沒有特別的故意這樣子 需要特別關注 因為我還是一路念到了大學 甚至研究所 所以關懷弱勢跟關懷身心障礙者 不是嘴巴說說而已 而是真的去做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東西比較細一點 就是說拒絕免費服務 最後一個就是體育協會 因為我自己是健體 man fisting的競爭者 就是參加的選手 但我覺得台灣的體育 台灣的就是 應該是有真正有經歷過比賽的 因為他們是對這個運動最熱愛的